美國一位資深外交官表示 最近四個亞太地區國家同時出席北約峰會 這反映了美國擴大跨大西洋安全夥伴關係 容易制約中國的努力出現了產生深遠影響的變化 美國國務卿顧問喬萊特在首爾接受訪問時表示 他認為南韓和北約的合作具有重大潛力 亞洲國家參與全球努力一起幫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侵略 歐洲國家參與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這些活動為南韓及其他亞太地區國家 與北約未來的合作鋪建鋪設 喬萊特表示 過去十年中大家看到的一個最有深遠影響力的變化 是我們的跨大西洋夥伴國家 與我們在印太地區的夥伴之間不斷增強的關係 上個月南韓總統尹錫悅出席在西北亞舉行的北約峰會 尋求在全球事務上扮演更大的角色 鋪造了與歐洲各級的夥伴關係 以應對北韓不斷增強的核威脅 他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南韓總統 尹錫悅在6月29日至30日的北約首腦會談上強調 北約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以及法治的基礎上 希望北約與印太地區的合作關係 成為捍衛普世價值的同謀基石 在北約的地方 既然在北約會中心的路線 有一點點 成為了這支援的冷卻 封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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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